能夠保護他的住院 接下來我們就產生一個臨床問題 剛剛我們知道 社區的健康老人打的時候還是有保護力 但是真的很差的病人住在護家的時候 是沒有保護力的 那中間的呢 如果在社區的衰弱老人打了之後 到底有沒有保護力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假設沒有什麼效果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打三架的流感疫苗 我們就應該打四架 或者加強豆子的三架的流感疫苗 應該打不一樣的針 才不會把這個針給浪費 那可是我們面臨一個實務上的問題 我們剛剛提到Linda Free的那個出來 他收五千 可是我們知道 法律提的盛行一張百零六到百零九 那我們打算是六還算 那我們做科學研究都知道三百個人 你要證實出他的所謂的科學的成效 應該是很困難 所以是不是很難從真正的天野料產 裡面收那麼多人 那怎麼辦呢 我們想到健保資料庫 剛剛有提到健保資料庫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用Hopkins的 他有一個System 叫ACC的System 他可以模擬 這個病人到底是不是FRAILT 這樣的情況 我們應用健保資料庫 找出五千多個像FRAILT的病人 那我們來PEST 接受流感疫苗 跟沒有接受流感疫苗 他的保護力道怎麼樣 我們發現 即便是FRAILT的病人 他有打流感疫苗 還是可以降低百分之七的出院的貢獻 所以我們這篇的臨床的應用 或者公共證實量的應用很大 我們可以大聲的說 我們還是應該鼓勵 即便是衰弱老人 還是應該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 而不用使用到所謂的 當然用試駕或者是用加強所謂的 high dose 的這種流感疫苗會更好 接下來我們再討論第三個題目 血液能夠換以後卡丘HF2 Metabolic Risk 這個實在非常